?]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鹹蛋蒸肉餅 我這裡有鹹蛋一隻 我會把豬肉混合一起蒸 最後在表面加多一隻鹹蛋黃 在這裡只能買到這種熟的鹹蛋 如果有生的鹹蛋最好用生的鹹蛋 面自豬肉350克 還有少許薑 其中一部 alcohol 薑 蛋 切開 되면金娃 都可以浸泡 chip 放入猪肉 鱷鱷 少许姜米 少许胡椒粉 1茶匙糖 1茶匙老抽 1汤匙淀粉 加2汤匙水 淀粉水分次加入肉 2汤匙 如果你觉得这个肉很稠 你可以多加一点水 我觉得它稠稠了少许 我这里加多1汤匙水 也是慢慢加下去 把皮蛋 加进去 对不起说错了 这是咸蛋 拌匀后加少许油 加少许油 这个要尽量摊平 换筷子 捉一些洞 让它可以透气好一点 我会加多一个咸蛋黄在表面 然后放姜丝 撕下锅 水滚下锅 大火蒸10分钟 蒸10分钟 如果怕它熟不透 可以烤1-2分钟 烤1-2分钟 蒸10分钟 如果怕它熟不透 让它熟不透 放少许葱 葱花 等来 要盐点热油 加些热油 放少许葱 油 也可以 但因為我這個豬肉不是太多 鹹蛋也夠味 所以我沒有給豉油 讓我試一試吃 我試一試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